沿著台南幾年跟高雄阿倫的酒安局 這次在台南市政府的協助之下 總是開一千一百萬的徵修 透過到九層補強和九層民徵修 已經由很久的交流和溫哥 看表達民眾應勞的安全 來到幾年區連接阿倫的酒安局 因為二分比較久 基礎工作透過市政府這邊的協助 總是開了一千一百萬的工程會 將酒安局重心補強 讓民眾的當地使用上更加安全 串連龜仁跟高雄的阿倫的石安橋 我們好不容易已經完工了 總金會達一千一百萬 只要施工的項目包含我們的橋墩 就是我們整個橋梁基座 我們的重新強化補強 包含我們的橋台 這樣橋台跟橋墩的穩固能夠來保護橋梁 所以這條橋讓開來之後 可以說比以前更加安全 在那種橋段結構加工也將橋面精神 另外要精神八十幾的斑增 來派遍土壤流氏的作性相當 在橋的表面也中心有刷 讓幾座橋使用起來經過命令舒適 另外尖定幾年區的路頂部 反而市場不斷精神 透過加工的地方基礎建設 讓市民立正生活方面可以更加安全 我們也知道晚上的路頂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路燈的尋查 跟路燈的維護 在跟路燈的新設的部分 其實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相關的績效 我們都有在公所的臉書來呈現 在這裡呼籲 我們如果有發現路燈 或是說道路有一些問題的 都可以隨時跟我們公所聯絡 區長尉文貴感謝市府相關部門的努力 雖然部份的窟業較平衡 但也許是各國部門的努力 作為不斷沾對較欠款的部份 技術補強 讓平衡的基礎建設也能夠 越來越完善 記者留平衡幾年區 蔡宏保德 好